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王子齐 很高兴今天来参加这个斯诺克时尚之夜 其实还有一个身份 青刚 也跟大家见面了这个新的角色 玉谷瑶当中 当然其实我们还是先说过斯诺克好了 今天其实大家在发布我们的道场名单当中看到你来 大家觉得理所当然 因为其实你自己以前就打过斯诺克对吧 对 小时候学习过一段时间 学习过一段时间 在你印象当中或者在你的心里 斯诺克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 斯诺克是一个很绅士 然后是一个在安静中爆发的一项运动 就是你看到球员可能在球场上很平静 对 面不改色 觉得他面不改色非常的安静 但其实心里是汹涌澎湃的 也是要让自己的这个能量藏在内心的一个感觉 内心系要足的那一种 而且还不能让人看出来 所以说你觉得演戏跟斯诺克比起来 斯诺克更难一点 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斯诺克更难一点 最近有没有跟这个朋友们或者自己再去摸一摸球杆打打球 有 我闲下的时间经常会去打一下 但是现在打中式比较多一点 中式比较多一点 其实如果你是紫棋的粉丝的话 你会看到其实在我们的各大媒体当中 还有你打斯诺克的合集 你有自己刷到过吗 没有打斯诺克的合集吧 有吧 很帅 应该有 你自己也可以去刷一下 有 有 有 还有真的你打球的合集 应该就是大家把你所有打球的合集 做成的合集 就是帅 对吧 其实要说到了时尚 今天其实除了斯诺克之外 还有一个关键词叫时尚 在你心目当中 你的穿搭或者是你的对于时尚的态度 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 我觉得时尚 就是穿得让人家看不懂 这样的理解就是看不懂 那你今天这一身我们解释一下好了 我这一身是造型师搭的 不是我的 你也太实在了 就是你觉得时尚就让大家看不懂 要用神秘感 对 OK 今天这一身我觉得还是就是走的是 应该大家非常这种舒服的 这种舒适风吧 对 穿着舒服 然后中规中矩一点 中规中矩一点 但是我相信今天晚上六边形战士 这个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有没有可能今天晚上跟丁老师 对 有机会跟辉哥一组 然后打两杆 打两杆 期待一下 看一看你们心目当中的 子琪跟丁老师 回到球桌当中的这种切磋 感觉是如何的 好的 欢迎欢迎你 谢谢谢谢 有请一步内场晚上见